早前被控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支联会头目何俊仁 他作为资深律师但就公然违反保释条件 干预证人涉嫌插手揽炒派47人初选案的案件 被警方国安处以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拘捕 撤销他的保释即时还颜 并引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高调关注 上月28日就在Twitter发文要求释放何俊仁 两位具专业法律背景的立法会议员接受兼杂志访问时 就不约而同铺斥公署的行为 曾经担任律师会会长的何君尧就直指公署没有身份 没有权对个案指指点点 而身兼大律师的容海恩就说公署是刻意挑战香港的法治基石 何君尧就提到 联合国其中一项宗旨 就是尊重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缺原则 只谈原则性的问题不涉及个别的个案 他对今次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高调表态感到相当奇怪 何君尧还说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步步进逼 双标的手段层出不狂 而联合国组织是属于维护平等和平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地方 不可以公器私用 现在这样一个公署来这么高调批评就一个个案性的进展 认为未審的时候就说要放谁不放谁 他认为他自己是什么呢 他人权关心通常是讲原则性的东西 并不是讲个案性的 因为他没有是这个条件 没有这样的身份 也都没有什么权来去批评这些个案 另外容海恩又指出 根据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 对被告人和还压者已经提供足够的保障 如果被告或者还压者的健康出现问题 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服用药物的话 局方都会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合适的药物 保障被告人和还压者的基本人权需要 现在香港其实我们的基本法好 我们的法律好 也都是非常保障 无论你是被告人 如果你真的身体上有需要的 有病的 你要吃药的 其实政府都会在还压里面 给你看医生 给你接受适当的治疗 给你去吃药 给你去见不同的医生 所以你很难用一个要保外就医这个理由 去说要求政府或要求警方真的要放回来 要求法庭要放回来 对于今次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公署的言论 容海恩就认为有关的理据非常站不住脚 更加令人感到公署是公然挑战香港的法治制度 何俊仁今年71岁 2017年的时候确诊初期肺癌 随即接受撤除癌组织的手术 手术后他仍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申请保释的审讯结束前 陈仲恒法官就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何俊仁说 不要证明我错 律政师代表是对的 然而这句话就一语成参 欢迎订阅 邰克尔 important 一张 til พ perspective 好